用一击变成杀死百吨巨精的捕金炮 去射地标最强男人奔麻勇四郎 能否将其干掉呢 作为人类狩猎的武器 子弹在出弹的瞬间能达到每秒一千米 以超高的推力射向目标 可是在子弹飞行的途中 哪怕碰到一片树叶 也会大幅度偏离原有的轨迹 子弹已经够快了 而捕金炮则更快 在出弹的瞬间便能够达到惊人的五倍因素 随着砰的一声巨响 钢毛飞速射向了勇四郎 男人面不改色 缓缓地伸出了手指 在炮弹进身的瞬间往旁边一撇 那威力恐怖的钢铁炮弹 将在瞬间被改变了轨迹 在勇四郎的身前旋转半圈之后 动的一声直接插进了地面 这一操作可把炮手和上笑看傻眼了 勇四郎轻轻拎起绳索 所谓直线的力量越大越强 那么他的横向就越是软弱无力 所以能够贯穿鲸鱼的直线力量 在横面上只有一根手指便足以化解 不可能不可能了 我早说了吗 他是比抹象精更强十倍的男人 确实从那天起 炮手便相信人类是没有极限的 就如同此时在东京的某个医院内 一个男人同样在做着超越人类极限的事情 500斤的杠铃握腿在他的手里就像玩儿一样 没错 美国最强男人奥里巴满血复活了 与宋米一战让奥里巴成了笑柄 双声被勒成了五股激流 从此便销声匿迹 我们都以为他永远的下线了 没想到在红叶的帮助下 奥里巴冲撞上阵 这段时间奥里巴握心肠胆 一直在努力的腹肩 深蹲握腿硬拉都超越了自己受伤前的状态 可以说是全封被的变强了 看他心里感谢红叶 不用客气 只要不是猎害王死了 我都能救回来 之后你有什么打算呢 我才大病出狱 当然是接着好好休养了 放心 我不会搞什么事情的 骗人 晚上一个脚底缠着绷蛋的壮汉正在街上散步 庞大的激情很快吸引了路人的注意 这不是相互之神也见苏米吗 就在这时 一名不速之客拦住了苏米的去路 苏米抬头一看 哎呦 你不是那个 那个被我勒强复古骨激烈的家伙吗 我刚回复 来陪我热热身吧 奥里巴满血复活 而与此同时 在遥远宇宙的另一段 我们的老朋友猎害王 缓缓地睁开了眼睛 我 我这是在哪里